哎,經常被他打球,我都悶了 陪你看球還不悶? 有什麼搞的? 咦,這裡是哪裡? 其實我只是足球加足球 這次不悶了吧 運動界時不時都會出現Pro Sofa 早前就有足球成乒乓球的Headers 現在又有新搞作 說的是,在外國已經興了一段時間 最近有場地引入的Pool Soccer Pool Soccer其實正正是美式桌球聯成足球 場地始終一張巨型版的桌球桌 實木框架,六個袋口位,綠色地毯 面積就增大至六米乘三米 而這張變種桌球桌上擺放的 並不是一般的水晶桌球 而是專用足球 體積和三號足球相同 但就印上桌球的顏色,號碼和花紋 玩家無需大臂Q,搓粉等工具 除鞋穿物就可以落場 玩法就有兩個 第一個就叫做Number 8 桌上會有15個顏色球 7個實色,7個間條和1個黑色 玩家要各自打入所屬的7個顏色球 最後打入黑球就是勝方 第二個就是Nine Ball 桌上只會有1至9號球 玩家需要以數字由小至大打入 難度在於,玩家只要以白球撞擊其他顏色球 並打入9號球,就會即時贏得賽事 所以要與對手鬥快順序入袋之餘 亦要時刻保護9號球 玩法更加刺激 比賽可以傳統1對1 更可以對際形式2對2 可以由隊員傳出白球 交由隊友接應 更考合作性、默契和策略 Tool Soccer 的規則其實很寬鬆 你技術到家的話 凹射、頭鎚、後腳 甚至下船、搓篩都沒問題 但前題就是白球不能夠突出桌外 場地負責任Sami 建議玩家用腳底射球 力度角度都更易控制 如果控制到 當然可以用傳統的腳面、腳內傳球 各式其色 除了主打的Pool Soccer 佔地超過2000平方尺的場內 還有很多其他好玩的設施 兩部過百吋頭鏈機 直播足球賽事 好似名式桌球 遊戲機PS4 一系列Bord Game 最有特色的就要數到桌上沙壺 玩法類近前排紅別一時的冰壺 軌道改為鋪上白沙 玩家要用專用餅狀金屬球 滑推向得分推 得分較高者為勝方 正因為Startup勢小 所以軌道極線 金屬球可以高速滑行 力量控制得差 極易飛出界 再次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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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